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城池樂園 今天我們又給大家帶來的傑德奧特曼的階級遊戲 這次我們又融合的是 天狐貝利亞和馬嘎大蛇 那這次我們抽到的卡片是艾斯殺手 這是一張閃光卡片喔 首先讓我們來召喚傑德奧特曼的原始形態 接著我們召喚戰友艾斯殺手 接下來是怪獸膠囊的融合 那這次我們融合的怪獸呢 是第一套奧特膠囊裡面的 天狐貝利亞和馬嘎大蛇打魔王獸 那為了要看一下這隻貝利亞融合獸有多強大 我們選擇了一個超級強勁的對手 那他就是我們的艾迪奧特曼 全能奧特曼 奧特曼登場 艾迪奧特曼的登場姿勢也是挺帥的 那首先是我方的攻擊 接著奧特曼的拳擊和光線攻擊非常的強大 這裡我特別喜歡用他的光線攻擊 腳踢也可以把艾迪奧特曼踢倒 輪到我們的反擊 艾迪奧特曼的光線攻擊 艾迪奧特曼的光線攻擊 這隻貝利亞融合獸 也可以上場 讓我們來召喚 太帥了 這隻貝利亞融的獸 全身長滿了尖刺 還有馬嘎大師的頭部 這樣我們來發動必殺技 那他的必殺技是 馬嘎馬嘎電狐電視性 太帥了 那奧特曼被我們重重的一擊打倒了 可是他並沒有掉什麼血 這個奧特曼看起來還是很強大的 接下來是我們的防禦 天啊 艾迪奧特曼的必殺技來了 這下子接到奧特曼有點危險 這是什麼必殺技 你們知道嗎 艾迪奧特曼的血掉光了 看來艾迪奧特曼有點危險 避殺技的能量槽已經滿了 太棒了 發動避殺技 接到奧特曼的尖刺 接到奧特曼的尖刺 接到奧特曼必殺技發動 有刀攻擊 太強大了艾迪奧特曼 接到奧特曼 我們下一次再跟他對戰吧 那今天主要給大家帶來的貝利亞融合獸 就是馬嘎馬嘎 電狐貝利亞 那這隻怪獸的必殺技呢 我們剛才也看到了 和電狐貝利亞的必殺技 挺像的 就是從他的背後的水晶石 儲存能量 然後口裡發出必殺光線 那我們下期繼續給大家帶來 解奧特曼的階級遊戲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